哈囉 看到 他們說最近好像一直都是 就是很早就睡醒 然後 然後 剛剛又很累 但是又睡不著 後來就是 又睡回去 但是 還是覺得很累 不知道為什麼 都覺得很怪 然後 一整天都超累的 超奇怪的 然後 是那種 大概 9點多醒來一次 一次 然後10點多醒來一次 然後11點多又醒來一次 然後12點多又醒來一次 後來就睡不著了 可是又到2點多又超累 然後一直睡 睡到3點多 後來就是完全 整個是超累的 然後累到沒辦法起床 可是 就長過自己起床 因為太餓了 所以起床 後來就發現 欸 好像 起床之後 沒那麼累了 但是 但是那個累的程度 你們懂嗎 那個累的程度是 是那種 你睡下去之後 感覺會睡 可能8個小時 但是 但是 雖然是這樣子 但是你就睡不久 這樣 超怪的 我覺得這幾天 的確有比較冷 但是我覺得不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嗯 對這幾天一直下雨 那是博成的陪凱蒂萱看流星 好怪喔 哇 我聲音 好怪喔 就是 那個 很累然後想睡覺的那個感覺 越睡越累 的確真的會這樣子 睡太久會很累 睡不夠 又會累 所以 要抓一個 就是很中間的時間 不然 嗯 不行 哈囉 最近 的確有比較冷的 我自己也覺得好冷 我兔子也覺得好冷 然後我 我的兔子 他 怎麼說啊 雖然我知道 他 他那個藥 有甜甜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苦的 那我 前幾天帶他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之後 醫生就看了一些感冒藥給他吃 後來 這麼不小心 舔到那個藥 然後就發現 欸 他聞起來是甜甜 但是吃起來是 吃起來是蠻 苦苦的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為什麼我兔子 願意吃那個藥 我覺得很棒 很乖欸 對他有感冒 感冒 感冒 他又感冒了 對 我前幾天 對 前幾天我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下個禮拜也要附診 這樣子 他會吃啊 他還是會吃 但是 就是我吃過 因為不是我吃過 是不小心舔到那個藥 之後 不小心 真的是不小心 對 然後就發現其實他真的還蠻苦的 我覺得是因為天氣變化很大 突然之後很很熱 突然又很冷 這樣子 所以他是很不習慣這種的天氣 那畢竟他第一次過夏天嘛 春天夏天 所以 多少會 會有點 不太 不太習慣 或者是 有點 就是 適應不來 對 對 就是這樣子 但他還是很乖 他還是願意吃藥 這是讓我很驚訝的一個點 對 因為沒有想到 他會願意吃 比較苦一點點的藥這樣 買一包藥吃吃看 不用 笑死 謝謝俊生的夢幻泡泡 對 這是天氣啦 對我覺得是天氣 謝謝俊生的香檳Level 8 謝謝 這是新的特效耶 我好像沒有看過這個 這比較 燕花跟很科技的感覺 科幻的感覺 謝謝俊生 對 這是兔子 兔子是 身體比較 弱一點啦 對 再來我第一次看 Level 8 那個 那個的 比較 科幻一點的 比較很多煙花的那個 謝謝LWJ的 的可愛小兔子 謝謝弗露姆 哈囉弗露姆 謝謝 謝屁 哈囉 對那個科技感很酷 這是小葉的真情告白 謝謝 謝謝 勇哥的戳戳你 對我 在收集戳戳你 因為我是為了那個 為了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特效而收集的 謝謝 什麼什麼 剛剛有什麼 哈囉大家 俊生的我來簽到 對我剛剛在看那個 Showcase 我是覺得我很喜歡主打曲 Fearless I'm fearless 是嗎是Fearless嗎 對吧 是Fearless 對對對 我很喜歡 因為那個 What you looking at What you what you looking at I'm fearless 蛤 那邊 讓我 覺得很抓耳 對那邊是很抓耳的部分 然後我很喜歡那個旋律 恩 那是我超喜歡的 然後還有 還有 後面的歌曲都是比較 不一樣的風格 所以我覺得一個專輯 一個專輯可以 聽到很多不同曲風 不同感覺的歌曲 是很棒的 所以我覺得 好棒 對很喜歡 恩 對很洗腦對不對 對我剛剛一直在看 可是他們在談話的部分 我不是都沒有看 我都只看表演啊 還有一些介紹之類的 後來之後 直播嘛 直播之後聽一下AKB的歌曲 感覺比較開心一點 快樂一點 對 但我感覺他們 好像有放那個MV 對 我自己覺得 好像 整個都是 跳舞的 影片這樣子 所以我 我希望他到時候 吃醋的那個 真正的Music Video 會是 比較故事性的 對我想要故事性一點的MV 對這樣比較有 比較 有內容 是這樣說嗎 恩 嗯 比較故事啦 故事性 對 哈囉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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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啊 要聽就好了 聽就好了 阿我們講一講 我覺得 雖然以前一直覺得 韓國的 傳體啊 偶像組合已經 有點飽和了 可是現在 就是 雖然 以前這麼說 但是現在覺得 其實 好像越來越 精彩 越來越豐富的感覺 對 所以這有很多不同的 種類的啊 不同類型的啊 以前大家一直在賣的 那種可能比較青春活力的 現在大家都好像有點 蠻 夢幻漂亮的感覺 就比較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時代的轉變 然後 在流行的風格也不太一樣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 很 嗯 還蠻有趣的 對 蠻有趣 跟蠻 我蠻 覺得 精彩的 對 對吧 人哥 真的我覺得 缺少了一點 故事性 真的是 我看到的時候 我 我以為是 Dance Video 結果 是真的是MV啊 OMG 我就覺得缺了一點故事 對 對啊 感覺 可以 就是比如說 他們幾個來自不同的地方 然後走去一個 不同的舞台 就上面 拍下去的 然後一個 一個可能是 百老會的那種 舞台 一個是比較韓團的舞台 一個是日本的舞台 然後 另外一個是 什麼 其他的什麼什麼舞蹈 或者舞台 反正就是 就是這樣 奔進舞 對對對對對 這樣子 走走走走 走進去 然後突然就是 就是開始 按比例 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 這樣好像比較有故事性 畢竟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地方 就是好像 也不是說 來自不同的地方啦 就是 他們有這樣子的特色 對 感覺可以放大一點 然後拍成MV的內容 做成MV的內容 感覺會 比較有那個 那個 故事 然後看的人 也可以 覺得很有趣 多刷幾次 這樣子 對吧 有創意 創意 對 突然想到了 這樣子的 概念 所以就 想要 講講 對對對 這那種 俯腳 俯視的那種 從上面 看下去 就就就那種 然後就開始 對 但是 覺得 終於 終於 等到 出道了 因為他們的 那種 Teezer 啊 還有 預告 什麼的 就已經 出了快半個月了吧 就已經等到 有點那個 有 等到有點 久了 然後 終於 來了 哇 他們 營運蠻會抓那個 時機的 對 這半個月是 最近的 不然的話 真的會 等到 有點 啊 不想等 懂嗎 我還是蠻喜歡 他們的新歌啦 我是很喜歡的 對 從那個 Teezer的時候 有失去一點點的 音樂的部分 的時候 我聽到 那段旋律 是我很喜歡的 累積二 行銷 對 對 很懂 他們的行銷 很懂 像 對 這是他們 新團 新團 是一個 畢竟是一個 有經驗的 公司 對 比較會去 做一些 決策 決策 之類的 但是 我覺得 怎麼說 就是很羨慕 他們的 營運 那麼會 抓這種 這種 新銷 啦 對 對 很羨慕 我羨慕 然後希望 就是 就是 他們可以 一年多發幾張 然後 我們 作為粉絲的 也可以 一年多買幾張 我會很開心喔 喝個水 喝個水 哇 水真好喝 欸 我們為什麼在水 笑死 OK 聰明人 聰明人 欸 反正 我是很喜歡 我會很支持 小櫻花那一團 等一下喔 我喝髒水了 那叫什麼 Lysiraphim Lysiraphim 好難唸喔 這樣子 就是團體越來越難唸 名字 所以 我是 就是 就是 對 是這樣 嗯 對啊 很難唸對不對 Lysirap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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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聽 OK 而且我覺得 小櫻花 她 她自己有講過 不管她到哪裡 她也是小櫻花 她都是 她還是小櫻花 所以 希望 不同地方的人 都可以 就是 繼續支持 她這樣子 我自己也 同樣這樣子覺得 小櫻花 不管她 去到哪裡 她 她 幹嘛 她還是小櫻花 所以 只要是小櫻花 我都會一直很支持 你可以把我 當作是那種腦粉 反正我都很支持就對了 對 我是腦粉 我是小櫻花 腦粉 然後 的確我自己 對於小櫻花的 那個造型 方面 頭髮方面的造型 我是有點 就是 嗯 這樣子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更好看 對 但衣服方面是 滿 就是她們團體嘛 所以衣服都會 比較像是有一定的那種 風格類型之類的 我自己是覺得 都有 有發揮到 有突出 有突出她們自己 成員們的 欸那個特點 還有強促之類的 對 對 然後 可是我覺得 小櫻花的 頭髮可以 可以 就是 就是 更好 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 小櫻花的 頭髮有點 太貼頭了 你懂嗎 就是有點貼頭 就是有點 太 就是她的頭 頭型是這樣子嘛 然後比較 瓜子點 可是她這裡 骨頭也比較 突一點點嘛 所以她 她現在的頭髮是 她這樣子 很貼 然後貼到這裡 才這樣 蓬鬆一點點 就是這裡 就是直的直的 然後再 再蓬鬆一點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 突出來她的 顴骨的那方面 所以我覺得 等一下 我這樣講 都好像 我這是什麼服裝 是化妝師什麼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因為 她之前在那個 埃之溫的時候 有更好看的造型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可以更好看一點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就是如果 她 她可以 做出 就是她們的 髮型師啊 什麼的 可以做出一點點不同的 改編的話 小櫻花會更漂亮 對 以她本人來看 我自己 我當然 但以小櫻花本人來說 她光頭也是非常漂亮 好不好 但是我是說 就是 作為 可能 嗯 就是 小小小女粉絲 就是 想說 可以更好看而已 你懂嗎 不是說她現在不好看 是 我是說可以更好看 你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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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那邊 小櫻花怎麼樣都好看 好不好 對 我是腦粉 對 我的確是腦粉 我承認了 我是小櫻花的腦粉 她光頭 短髮 長髮 捲髮 直髮 什麼都好看 只是 好 她 對 她什麼都好看 但她可以更好看 你懂嗎 對 她很厲害啊 長短髮都可以 carry 你懂嗎 你懂嗎 像我的話我都不是一個短髮 短髮 我都不是一個 可以carry短髮的人 對 因為我曾經剪過 雖然我講了很多次 可是我曾經剪過 所以我 我就永遠不會再剪短髮 對 她的臉 也就是好看啊 唉 這個 這個名字有點眼熟 哈囉 網上好 對啊 這是 但是 只是覺得 我 有 的話 我 切換 不是 等一下 小櫻花的話 小櫻花的話 她 她 感覺是 嗯 她的感覺是 我自己覺得她 Iz1的時候 是 很好看 對 已經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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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度好看了 我很喜歡那個時候的 她還有 在HKT時候的她 我短髮好像很有趣 你有看過嗎 唉 這樣 我無法 因為我 因為我 就是 這樣子的話 需要是頭髮很順 才會好看 但是我頭髮沒有很順 我頭髮是那種 比較乾燥的 你看到嗎 比較乾燥的頭髮 所以呢 一起床呢 她一定是這樣子 然後往外翹 真的翹來翹去 超麻煩的 所以你 如果是短髮的話 一定要每天打理 每天去 用好她 可是如果你是用 那種 離子 燙的話 頭髮又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很直 很 就是很 很直這樣子 這樣又不好看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要 就是要短髮的話 必須要好好的去打理 這樣子 這只是 我都懶得打理 那搶髮會比較好看 那就搶髮 這樣子 對 我不喜歡太貼的頭髮 因為 因為我這樣子 就是我 太貼的話 頭很怪 就是有點 臉很大 你懂嗎 我本來就是 本來在團體裡面 已經算是 比較高 比較 大分一點 大隻一點的人 對 對比起像 平函啊 像 絲牙啊 小青這樣子 我是比較大分的人 所以 就如果我 頭髮還那麼貼的話 就一定不好看 對 柏林那種也會有 一樣的困擾 會 會 但如果柏林他 就是他會 因為他會造型 他會捲一點點 或者是他會夾子 什麼的 所以他就 比較會 全在舞台上面 就看不到 短髮的 可能一些 一些 煩惱之類的 但是如果沒有打理的話 都一定會 往外敲 是亂敲 是很亂亂的 所以 就是 要 短髮的話 這必須要有 很多的時間去 打理他 或者是需要 用心去打理 對 對 我也是有自然卷啊 對啊 蠻多人都有自然卷的 其實 但 但 沒差啦 就是 沒有人的頭髮是天生 是那麼紫的 大部分的人 都是去做 離子燙的 對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像我頭髮 就比較乾燥 自然卷的類型 那就 需要打理卷 短髮的話 就比較麻煩一點 對 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餓欸 天啊 你不要餓欸 你不要餓欸 要幹嘛 我看一下 明天 要幹嘛 5月3號 沒事 好爽 零星的頭髮 應該也是 離子燙 對 是離子燙 所以 其實 你看那種 頭髮很直啊 還有亮亮的 通常都是有去做離子燙的 所以 如果 真的要像那種 洗髮精管缸 那種 帥欸 很漂亮的 就去離子燙好不好 先離子燙一下 對 畢竟 如果要天生這樣子的話 那應該是 蠻幸運的 就是 對 就很難得才會出現 這樣子的 欸 這麼好的 跑髮吧 對 這麼好的 的 髮質 喔 對 之類的 我最近已經懶得 懶 懶 啊 我最近已經懶得棒 鞭子了 對 有時候我可能練習的時候 啊沒關係 就這樣子吧 這反正練習 這只有我們 公司的姐姐 還有 成員們會看到這樣子的我 所以 感覺是比較沒有包袱 比較free一點的 這比較少的那種 必須要綁頭髮的執著 對 我這邊這麼紅的嗎 為什麼 對 對 對 就是 這比較正常 嗨 對 就沒有那麼執著啦 執著在 啊 對了 我之前就是看有沒有 欸 不是 看 不是 啊 之前就是 那個 發文的時候 發了公演的頭髮 然後 就是說 欸 看看有沒有人想 下一次公演我綁什麼頭髮 或者是想看什麼樣子的髮型 然後 人 好像有回 就是留言 留言上面有說 就是好像沒有看過綁鞭子 鞭子就是兩邊綁鞭子的 的髮型 那是因為呢 為什麼我沒有綁鞭子呢 因為 第一 第一鞭子跟我真的很不搭 第二 我綁鞭子很土 第三 我覺得我 沒辦法駕馭鞭子 就是我沒有帽子的話 我就沒辦法駕馭鞭子 這個東西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看 但是 必須要是有帶帽子的情況下 因為我 真的沒辦法 我沒辦法接受 沒辦法接受那個 不帶帽子 但是又綁鞭子的我 真的很土 我給你們看好不好 給你們看那個 不搭跟土是一樣的意思 不搭是 我跟鞭子沒有很好 有差 三個東西 三個東西有差 我找一下照片給你們看 算是說是小時候的 照片 就是跟現在有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因為我小時候不太打扮嘛 所以呢 這是還蠻土的 給你們看喔 再加上那時候是拍攝 就是有拍電視的東西 所以我就穿這個衣服 再加上以前我是一個戴眼鏡的女生 我是近視非常高 非常深的一個人 那 對 所以我那時候綁了一個鞭子 我就覺得自己醜到不行 給你們看 登登登登 這是我 你看多土 你看超土的 從此之後 我從來沒有綁過鞭子 好嗎 除了戴帽子的情況下 我會綁鞭子以外 我是不會只綁鞭子出門 OK 真的 土到不行 你看到嗎 對 呃 呃 就是 就是 我小時候 是 很愛游泳 然後 不會打扮 加上戴眼鏡 所以我就 那時候那麼黑 你看超黑 有沒有 黑到不行 我真的快笑死了 但是 也有好看的時候 只是 剛剛那個是 比較不會打扮 加上 很濕底下的我 所以 我也可以 我在講什麼 我也可以給你們看 比較 可愛一點的 有鞭子的我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就比較可愛一點 這時候是比較會 嗯 比較是媽媽 還有劇組的 造型 所以就是這樣 比較可愛一點的 但是 但是真的 應該多土啊 所以我一直很抗拒 鞭子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對 要可愛的時候 你看 這是以前拍一個 好久好久之前 拍一個上海的一個 服裝 品牌的 的照片 就是 這很可愛對不對 可愛 可愛死了 你看 多可愛 救命喔 我真的好可愛 差很多對不對 還有 我跟你講喔 這個也是我 這個胖胖帶眼睛的 小胖威 是我 然後 這個也是我 所以 真的有差 對 然後跟現在也是有差 所以 我 就是 可能看以前的 像這種小時候的 照片啊 什麼的 可能會有人說 什麼整形 什麼的 我明白 我理解 為什麼 別人會這樣說 但是 我自己知道我沒有 這是我 講到後 比較會打扮 所以就 變成 現在這樣子 我是 我是 我是天然 寧整形的人 有差 差很多 我給你們 我綁一下那個 那個 鞭子給你們看 小時候個性 跟現在有變嗎 我自己是覺得 有變 因為 小時候的我比較樂觀一點 長大之後的我比較 越來越 沒有那麼樂觀 對 這個是 呃 高中畢業 之後 對 就剛畢業之後 就 就來了 就來了吧 什麼的 就來了這邊 所以 慢慢的發現 欸 其實 很多東西跟你想像中不一樣啊 或者是 有很多的 呃 需要去面對的東西 所以其實 慢慢有比較 沒那麼樂觀 但是 也好 這讓我比較 有這個 呃 危機感 能夠保護自己 之類的 對 這有 有好處 也有不好處啦 但是 我還是比較喜歡以前的我 比較樂觀 比較開心開朗的我 對 但我現在也很開朗 不是代表 說我現在不開朗 我現在也非常開朗 只是 只是我 呃 沒有以前那麼的 非常開朗 你懂嗎 現在是開朗 之前是非常開朗 這樣子 我沒有社會化 我 我跟自己講 不要成為一個社會化的人 但是有一些 欸 禮節啊什麼的 我自己會明白 但是我 會盡量克制自己 不要成為自己 不想 不喜歡的那種人 對 這樣子是綁鞭子的我 你看 我自己是覺得很土啦 所以我 很抗拒綁鞭子的原因就是 我自己覺得很土 我是 一個喜歡漂亮的人 我是一個 眼狗 對 所以我看到這樣子的我 不會開心 所以我 我極度 抗拒這個 綁鞭子的我 可是 加上帽子的話 我給你們看 加上帽子好不好 加上帽子又是 不一樣的造型 所以加帽子的話 我是願意 這樣子出門 當然如果不加帽子的話 我是 極度 欸啊 我是極度 極度 極度 極度抗拒 綁鞭子的 但這樣子又是 不一樣的感覺 這樣子比較 就是 Yeah Yo What's up Brows What's up 比較這樣子 一點 但是 這樣子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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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點 這樣子的感覺 你懂嗎 就是有差別 OK 好了 就是有差啦 所以我才不喜歡 綁鞭子的玩 對 所以大家 應該是 除非是工作需求 除非是一定要綁 不然的話 我是不會綁 編 編 編 對 對 一定不會綁 有沒有帽子差很多 對 我不喜歡 我真的很不喜歡 喜歡 啊 不是 戴帽子比較有 有型 可是 不戴帽子 都比較 不是 加油 我是比較 是 是 對 可是 如果是從這邊綁下去的鞭子 我可以考慮看看 但我不會 綁 雖然我也沒辦法 如果是 髮型老師幫我這樣子綁的話 綁得很可愛 我是願意綁鞭子的 但是如果是從這邊綁的話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都不願意綁 嗯 我也沒有討厭雙馬尾 我只是覺得 嗯 我不太適合雙馬尾 這樣子 以前 剛剛 剛剛 加入的時候 我很希望我的公式法是雙馬尾 但是 幸好沒有 幸好沒有 因為我發現不太適合我 嗯 然後 嗯 討厭鞭子的程度 跟討厭 跟討厭公主頭的程度 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對 我也很討厭綁這個 這個 這個對我來說 我自己也沒辦法接收 我就是覺得很像 什麼 他那種 遊俠 以前那種什麼 斬斬戶會 那種 你知道嗎 那種就是 主攻大人 你懂嗎 很像這種耶 我自己很不喜歡耶 但 半丸子頭 從這邊開始綁的 這種 我OK可以接收 但是從這裡開始綁的話 這裡收進去 我就沒辦法接收 嗯 我覺得如果是公演的話 或者是表演的話 是很適合綁雙馬尾 但是如果突然要綁雙馬尾出門的話 我會覺得很奇怪 嗯 這我會覺得我很奇怪啦 對 嗯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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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可以綁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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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出門之後 就是先不要 除非萬聖節 我要Cosplay Harley Queen之類的 我會綁 但是 但是如果是平常之後 嗯 就 就普通一點好了 就普通一點好了 上次公演的那個 那個被強迫了 被李孟淳強迫我 可是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是 還得 感謝一下李孟淳啊 對 就是 謝謝她那麼好的 我的 idea 然後讓我們大家都綁一綁 雙馬尾這樣子 你說公主頭很 適合我 嗯 我覺得要看是 怎麼樣 的公主頭 就是 跟我自己綁 就有點怪 但是如果 髮型老師綁的話 就 應該蠻可愛的啦 嗯 對 要不要我們下一次 公演大家一起公主頭 好 哈哈 如果是那種啊 這裡一個小邊邊 然後這樣子的公主頭 我是可以的 你看這樣子 我可以接受 待會連這邊都綁上去 我都好像 不太行 除非這個 除非這兩顆也綁下去 欸 這好像有點怪 但是 你們覺得呢 看一下啊 這樣 有給我一滴滴 不要那麼厚了 兩條 將來 虛 這樣 這樣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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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綁什麼 還是要看看大家的意願 還有大家的想法 對 先問問看Daisy的人 然後你們知道 嗯 你們知道 之後 喔 算了我這樣子問 好像很怪 但是 先不要問好了 對 大家有買那個嗎 陳詹爾畢業演唱會的門票嗎 我想說 他畢業演唱會 一定很精彩 跟你們講 非常精彩 你們會看到 然後看到 覺得很感動啊 然後想哭啊 之類的 我覺得一定會 就是 就算 你們說不會 我還是 希望你們哭一哭 有點很感動 有點很好看 有買有買 線上的 欸 上一次不是說 有一個人買了好多門票嗎 他有 放出來了嗎 有 撕出嗎 撕出了嗎 對啊 而且上一次 四月公演是不是 也有人哭了 好像 有看到 的感覺 QAQ 怕了怕了 TIF沒有 喔喔TIF 喔 OKOK 喔明白明白 買到票就好了 因為 好像蠻 搶手的是嗎 真的蠻多人都想去看 那個 陳詹爾畢業演唱會 對吧 但是我很意外的是 最近還蠻多的演唱會 都好像有延期 但是我們 到現在都還沒有說 要通知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 還是覺得 欸 就是 就是 欸 有點 我也不知道 你懂嗎 我也不太清楚 哈囉葉豐 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 直播間 就是有一個人叫 葉豐明月 有一個人叫葉豐 所以我決定叫葉豐明月 叫做明月 然後葉 葉豐就叫葉豐 這樣子 OK是可以的嗎 應該會比較能分出來吧 對吧 分辨出來 你們也是疫情期間 要好好保護自己 而且 我跟你們分享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我 我一個禮拜吃了三次的壽司狼耶 我真的好爽 吃得很爽耶 好開心喔 好快樂 可是 哇我真的是好像有點太多 我 但我吃得很爽 我真的吃得很開心 非常非常的開心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這個 我最近沒有 蠻好食慾的 很花錢 還行啦 我沒有吃很多 我 我吃的 價格 都是 一千以內 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吃了一共三次 我三次都沒有超過一千喔 可是也沒有到很接近以前 所以其實 是比以前 花少了很多很多錢 對 而且我吃 我吃的都是我喜歡的 所以 就 我自己是可以接受 因為我這很久 很久沒有吃了嘛 對 沒有卡達 辣那 難過 對我也很難過 我超難過的 因為我最近很愛吃雞蛋布丁嘛 然後我昨天也發了一個線通說 我最近的 最近很愛吃雞蛋布丁 所以我這三次我去壽司 然後我有去找過那個 卡達 辣 辣 但是我找不到 所以就 沒辦法 要怎麼推介 海膽 那個什麼 醃 醃製 吞拿魚 花枝 花枝 什麼 枝燒 枝石 三文魚 還有 枝燒明太子三文魚 還有 什麼 旁邊啊 什麼魚 應該叫什麼魚 嗯 剛剛有一個香港朋友問我說 推薦吃什麼 對我都說 海膏 很重要的 三文魚 對有人 有人問我說 推薦吃什麼 我說 我說我推薦的是 海膽 最近有海膽 然後 是那個 醃製的鮪魚 還有那個 花枝 蟹膏 鮭魚子 呃 自燒 自燒鮭魚的 所有的東西是超好吃 呃 可是我 不會點那種什麼 自燒鮭魚 那麼普通 我會 就是點那個 點那個自燒 起司鮭魚 還有自燒 明太子鮭魚 對 還有那個什麼側邊那個也很好吃 對 我也很想要點那個 大一集 那是什麼 那個叫 什麼 背 那個 白色圓圓的 我不知道那個 中文要怎麼說 那個是 不是 圓 可是 那叫什麼 乾貝 對對對 乾貝 對對對 對 是那個沒錯 你們是新貝 新貝 你這一集 尋貝 尋貝 是新貝 笑死 是那個乾貝 對 笑死 哈哈 為什麼這個字不行 因為 可能太接近了吧 笑死 都被麻掉了 新貝 新貝 呃 我也愛吃北極貝 可是我 想 因為我希望吃那個乾貝 是我喜歡吃的那個叫乾貝 對 對 你被文字曉得噁心過了 你在遊戲你變噁心過了 醒醒醒醒醒苏 笑死 你們真的很好笑 姓貝 耶~~~ 北極貝好像在那個杖壽司才有 他那個抽刀魚也是杖壽司才有 所以其實我很蠻愛吃那個抽刀魚的 但是攝氏狼沒有 那就沒辦法 被禁言 因為那個 為什麼說 為什麼會被禁言 可能也是因為他們音很近吧 他們的音 發音很近 有時候你們不是打字也會打這個字嗎 對啊 那就是可能這個樣子 我喜歡吃魚 我非常喜歡吃魚 你知道那種嗎 昌魚 那種 扁扁的那種 扁扁的那種 扁扁的 窗 窗魚嗎 那叫什麼 怎麼念那個字 反正就是扁扁的那種 我可以一個人吃完一條 一整條 就是 很大的條 不是說很大的 就是中型的那種魚 我可以自己吃完 不是那個 不是這個槍 是 等我一下 我給你們看照片好不好 我好愛吃那個魚 是 欸 是耶 是這個槍欸 為什麼 音音不一樣 好了 是這種 金槍魚 這種 這種超好吃的 我可以一個人吃完一條 這個是 這是 這應該不能生吃的吧 這個是 要 一定要熟吃的吧 對 白槍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很好吃 它骨頭 我覺得比起其他的什麼 其他的魚 比起其他的魚 它的骨頭比較 蠻好去處理 還有蠻好去分出來的 對 所以 我覺得 這條魚 是我 最了解的其中一種 魚類 對 因為小時候我很愛吃這種魚 所以我媽媽很長 可能每天晚上都會蒸一條魚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就真的 真的是 吃到很了解了 已經很了解 可以生吃喔 我不太知道 不太清楚 鮭魚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歡吃的 鮭魚桶 鮭魚桶 鮭魚跟鮪魚 你們選哪一個 我是鮭魚拍的 我超喜歡吃鮭魚 鮪魚的話 如果不是 比較有油脂的那種的話 我就 不太喜歡 而且如果不是 醃漬的話 我就不太喜歡 因為我覺得 好乾喔 我覺得鮭魚很乾耶 所以我不知道 我在吃什麼 而且它紅紅的 就一直覺得它有一種斜味 所以我對 我對鮭魚的愛沒有很重 我也是鮭魚拍 對 對很多鮭魚 而且鮭魚它 炙燒的話 它會有那個 油份 它油份跑出來 油份跑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 這個鮭魚的香味 真的是衝刺你整個嘴巴 你的味蕾 都被 被刺激到 你懂嗎 被刺激 刺激 到 然後你就會 哇 滿滿的鮭魚味 超愛 超好吃的 對鮭魚是要看店家的品質 好不好吃 對 的確是 蛤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鮭魚 鮭魚是我的第一名 然後後來 認識了那個 那個叫什麼 甜蝦之後 之後愛上蝦子的 日本料理 對 蝦子的那個 赤身 鮮魚片 這樣子 所以 我真的真的很 真的很喜歡 吃生魚片 我真的超愛的 又有人來燒成了 大家趕快去開燉 我一次買了那個 開七天的燉 真的很麻煩 一直被燒一直被燒 氣死了 鮭魚很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 很棒的是 日本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寶玉的活動 對 讓他們知道 他們會很強去抓鮭魚去捕魚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知道 從很久 從差不多兩百年前 兩百年前 就是知道 一直這樣子捕殺鮭魚 會讓鮭魚會 產量變小 然後 可能會 消失 什麼的 所以從那時候 他們就已經有 那種政策 可以 好好去保育 鮭魚的繁殖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 日本方面真的很厲害 對 而且他們會 拿了那些 鮭魚籽之後 他們會 找公的鮭魚 然後 幫 鮭魚 就是繁殖 然後讓那個鮭魚 受精 然後再放回去 讓他們 生長這樣子 所以真的 真的 有好好保護到 這個 生物的物種 嗯 對啊 田下也蠻便宜的 沒錯 我以前 在香港時候 爸爸媽媽他們也會 通常是 我媽跟我哥 有時候會出去 逛街 或者是 買菜之類的 那 通常他們都會 買一堆回來 或者是我有時候 也會一起去 他們也會買一堆回來 然後我們就在自己 家裡去 嗯 自己 買一些 可能 田蕭要回來 自己吃 這樣子 對啊 這是讚 沒錯 還蠻 蠻好的 就有這種 保育政策 不 鯨 鯨 鯨 我自己覺得 因為 好像說 鯨鯨的 好像要拿他們什麼東西 然後去做 做那個 香水嘛 是嗎 這個我不太知道 但我想說 有聽說過這樣的東西 但我真的不太清楚 應該不太清楚 熔岩香 那是什麼 墨香精 喔 我不太清楚 喔 做成藥材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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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子 我有聽說 人類 鯨鯨 鯨 的原因 但原來是 是 藥材 不是香水喔 好 價值年成 龍 簽 龍 很貴 那是用來做什麼 什麼藥材 我看看 龍 簽 簽 喔~~可是呢 他沒有很 他沒有很大 他只是小小的一塊而已 他說 農年香...歷史上 主要用來當作 香水的定香機 香水 喔!大概 一百頭墨香 菁中 只有一頭 身體內有熔煙香 雖然說這個對 墨香菁沒有太大的 危害但如果長得太大 就可以 使他們的長臂破裂 最終導致墨香菁的死亡 這樣子 1914年 有一位 補驚人 在墨香菁強盜中發現 過一塊重達 455公斤的熔煙香 OMG 喔~~好重喔 他說 他說他有特別的香氣 原來是這樣子 但我希望不要 因為這樣子去補殺他們 因為...畢竟是一個生命嘛 天啊...就是 那是一個... 結石會讓墨香菁便利 OK 喔~~ 啊~~ 我是覺得 還是... 不要筆殺 不要筆殺 現在應該有 別的合成材料可以代替 我也覺得應該是可以代替 對應該就是一個結石啦 嗯 都是長這樣子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顏色耶 有沒有看到這樣子的 價格應該是蠻不便宜的啦 蠻貴的 價格 哈囉 哇...對你們說到什麼 象牙啊...大象的那個 牙啊...那個牙齒什麼的 我也覺得...就這樣 嗯... 我覺得人類沒有必要去 為了... 做一些裝飾品 還是什麼的 去... 去... 砍掉... 大象的那個象牙 因為... 好像說 他們沒有象牙是... 沒辦法活是嗎 就跟那個... 鯊魚不能砍去他們的那個... 那個背棋一樣 不然... 對他們都沒辦法去 辨識一些方向之類的 好像是...我不太清楚 但好像有這樣子聽說過 對... 這... 好痛喔 所以我是一個很拒絕吃魚刺的人 對... 我是一個... 不吃魚刺的人 嗯... 我會... 就是... 如果有一些場合要吃到 我也是不吃的 因為... 我覺得很... 很難過 這是... 魚的生命耶 這是生命耶 對啊 對啊 鯊魚沒有騎就... 就不能動就死掉 對啊 象牙跟頭連在一起 所以要象牙再殺個大象 OMG 好痛喔 對啊 真的很...痛耶 但如果你是... 你除了拿那個魚刺以外 你...你是枕頭把它... 捕獵的話 那...那... 那好像還能接受 但是如果你是... 砍掉他的背棋 然後讓他自己那邊... 自勝... 自... 自生...自滅的話 那還蠻難過的 這... 超難過耶 超難過耶 差點沒有人性了 OMG 真的好痛喔 想到就覺得好痛 好痛喔 魚刺也有替代品 對 有 我知道 像... 欸好像... 真的...香港也有一種 魚刺叫做丸仔刺 那是比較平民小吃 那它不是真的用魚刺去做 它用的是粉絲 是那種一條一條的粉絲去做的 所以是... 所以可以用這個去代替魚刺啊 對啊 但是魚刺這種東西 通常是那種什麼大獸啊 還有... 婚禮上面啊 才會... 才會... 吃到了 那如果是我未來 可能真的要結婚的話 我一定說 嗯... 我不要魚刺 我用... 如果真的要做的就是 請用丸仔刺好不好 這因為不想... 我真的很拒絕吃魚刺這個東西 小灰 小灰 小灰是誰 哈囉小灰 你原本的名字是哪一個 小灰 非常多 可以代替魚刺 但我覺得... 口感不一樣 那我覺得... 我覺得要找... 類似的可能也是... 一條一條的東西 你 羞羞好醜 好醜 好好笑喔 而且我知道 聽說鯊魚的肉 比較有一股鯊魚味 所以他們的肉 通常人類是不會吃的 對這個我好像有聽說 我聆聽你拍那個快三影片 真的粉絲爆增耶 好猛喔 太猛了 我們的粉絲都是 像我之前 那個黑絲襪 不是我之前不是發的那個嗎 那個 那個 運動服嗎 這個比我那個 黑絲襪的那個 收藏還要少耶 就是那個收藏跟轉發有1000多個 可是這個就只有 700多個而已 所以我真的有嚇到耶 是有嚇到 大家還蠻喜歡黑絲襪 哈囉 西美 哈囉西美 對啊空姐那個黑絲襪 對 那庭力是真的很漂亮 沒錯 庭力是真的很漂亮 電視都在放庭力的快篩 大家看到的都是庭力的那個 快篩影片 所以就會自然去搜尋 欸這個女生蠻漂亮的啊 有沒有去搜尋這樣子 對吧 那庭力真的是 蠻漂亮的耶 他真的很漂亮 我很多香港朋友都很喜歡他 說他有那個港星的味道 有港味這樣子 真的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電視有放 是大家講 所以我才 喔原來電視有放 喔喔那 他真的很漂亮 他有崗位啊 他 短髮更有崗位 對 對 港味就是 有那種以前 港星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港星的味道 對 那種港味不是人人都有的 那種是很 獨特 的一個 感覺 對 很少會 很少的人身上 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他有 真的很厲害 你看兔子呢 他在休息耶 好啦 我看最近很愛撒嬌 最近很愛撒嬌 最近一直撒嬌 有沒有嚇到咧 這嚇到咧 駁斤 駁斤 右邊一邊 �ро性 駁斤 幻影 Sqi 身體 我要更生氣 謝謝 好生氣 謝謝 Samsung 他已經很久沒長大隻了 他不是最大隻的狀態 他有鼻氣耶 Samsung Samsung 等一下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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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涕 謝謝 剛剛把他插到 他不想抱 他就不要 先不要抱 怕他生氣 他不要抱抱 不是 是我怕我抱他 他會 他會 就是 不開心 不是 我抱他他會掙扎 掙扎就會受傷 所以不想他受傷 醫生說怎麼了 他感冒啊 因為 日夜 溫差還有最近的天氣一直變化 所以他都會感冒這樣子 對 加上他小時候 他有感冒過 所以他 多少會 有一點點 後遺症嗎 對 所以就 嗯 還蠻 還蠻 難過的 這是Jo的 上面那部4 對 這是 嗯 兔子嗎 他現在有比較大隻 嗯 嗯 那我不知道他 身體狀況 有沒有真的那麼強壯 對 他應該很強壯 對 兔生的 第一個 呃 春夏 對 我 怎麼說 我很想 嗯 這你知道兔子 可能他癢 他 嗯 怎麼說 他的 他的 他的兔子的一生 可能就只有十幾年 這樣子 那我自己很想 很想 為他留下一個 後代之類的 就是 就算星星可能不在 我還有星星的 嗯 兒子啊 只是我的孫子 可以陪我 這樣 所以我一直 對於拿掉他的蛋蛋 這個想法 有點越來越 所以 沒辦法去決定 對 但是我真的很想問 兔子 他的 繁殖期 是幾歲啊 因為 我很擔心如果 他現在那麼早 成為一個爸爸的話 那 我就 就 我就要一次養兩隻兔子 這樣子啊 對啊 當然我是希望他們 分隔可能 大概五六年 雖然我是 有點困惑 到底他的繁殖期 是一個 什麼樣 怎麼樣的一個 時期 怎麼樣的一個 年紀 這什麼年紀裡面 就是他繁殖期這樣 還是我收集他的毛 做成兔毛毯就好 但是 他的毛也沒有到 那麼多量 他釣的毛 可能一次五六條而已 就很短很短 所以應該沒辦法收集 對 我知道兔子會生很多很多 但 可能我可以收養 兩三隻 但是我沒辦法收留 一堆 我也知道兔子會生一堆 所以我一直在想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我要怎麼 幫他找一個媽媽 要怎麼 去 就是 就是 找一個兔寶寶 然後 真的我有一個規劃 是想要 幫 星星 就是 找一個 伴侶 之類的 然後幫他 繁殖後代 這樣子 等他有一個兒子 女兒 什麼的 但是 好像有點難 對不對 攻的好像一直都可以 對 早一點生 早一點結痂 才可以活得比較久 活得比較久 對 我這個也有聽說 要活久一點的話 就是要 去結痂 對 要幫星星相親嗎 但如果是現在太 太早去相親的話 我自己覺得 是有點 對 的確是有點太早 可能要大概 大概 這個 兩三年啦 對 兩三年 才可以配到 走 只是才可以 慢慢去 真是 繁殖 因為 太早了 太早了 現在太早了 現在星星一年都沒有耶 但我想要 我想要的不只是 兔子的陪伴 我還想要的是 是星星的 星星的精神 星星的 關於星星的東西 一直陪著我 這樣子 對 因為畢竟星星是一個 我的 第一隻兔子 加上 是我的 親兒子 哈哈 他的親兒子 還有 是一個 很特別的存在 而且星星真的很乖耶 我要跟你們分享 跟你們分享一個事情 就是我 前一陣子不是 帶他去看醫生嗎 但是 看醫生是 要做一個 檢查家 看診嘛 但我忘記帶了他的大便 對 所以當時 當時我快要出門了 我一直叫他進去 籠子 這是外出籠裡面 他不進去 後來我一直叫一直叫 他還是沒有反應 我就想說 怎麼了 他突然就跑去 跑回去尿尿 跑回去便盤裡面尿尿 尿完之後 他還看著我 然後他還在 跑進去那個籠子裡面 我想說 欸 對啊我還沒有帶他的大便耶 我覺得 他也太乖了吧 可能他知道 然後我跟他說 要帶他去看醫生 他就知道 我要拿他便便 去檢查 所以他就提醒我 難怪他一直沒有進去籠子 他真的好乖 他好乖 他 還出門前先去尿尿 我是乖到不行 而且最近我發現一個 他也很乖的一個狀況 就是 我睡覺前 我會趴在我的床上面 可能花一個手機 一碗 一個速度 我才去睡覺 他 在這一段時間 他可能會 跑向我的床 跑來跑去 很開心在玩 晚到結束了 就是我快要睡了 他可能又 有 有預感 感覺到我要睡覺了 他會自己跑去 家裡的 他自己的房間裡面 然後就 就在那個門口那邊躺著 就這樣躺著 然後眼睛 你知道兔子眼睛是 一邊是這樣 一邊是這邊 看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這邊是盲點 所以他看的東西就是這邊 那我的床 剛好就是在這邊 所以他這樣子趴著的時候 他眼睛是一直有看著我 然後我就差不多 我就關燈睡覺 他就 他也睡覺了 他真的很乖 他好乖 我沒有想到 星星會那麼乖的 真的是 比我還要聰明 我真的 莫名其妙怎麼會這樣子 真的是 但是 讓我很驚訝 嗯 千萬太亮 不會 不會 不會他 可能啦 但是 但是他還是很乖 他會自動自覺去睡覺 然後去變盤 尿尿 然後 因為最近我很想摸他的頭 他一直添完 一直謝謝 一直謝謝 我就想說 不要謝謝 這是媽媽應該做的 你不要謝謝 媽媽 然後就親他 一直親他 可以在他 快走前跟他約定 讓他投胎去哪裡 要怎麼跟他約定 跟他講嗎 他就應不咬電線 他很乖 他很厲害喔 他在投胎 他會跟他一樣 他很厲害耶 這次 我們會有十年嗎 如果我們十年之後 來一首十年音 還蠻酷的 上角也差很美 上都覺得不凌 心與作用 我很常跟星星聊天 他最近忙著 就是 就是享受他的兔聲 他很喜歡那個盤子 所以他一直在那個盤子裡面趴著 你的那個兔兔 那個兔腳的那個腳的形狀 就是那個雞腿的形狀 那個 雞腿就是那個啊 就是那個雞腿形狀這樣子 那個形狀看起來好吃 因為他腿很強 對他超愛那個盤子的 十年鷹要是現在出十年後再回來聽 也是可以耶 對 時光膠囊 我會寫 希望星星 也一直在我身邊 他應該不知道雞腿能吃的吧 他一直在偷聽我講話 星星的品種沒有記錯 應該是可以 對對對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 有希望就可以了 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 什麼 他吃藥的那個影片 他 那個聲音 你聽聽看那個 有聽到那個 好可愛呀 Sophie很可愛 真的超可愛的 對 那個是苦苦的 台北 富城隍廟 可以幫寵物點燈 你要點燈喔 感覺可以耶 以後去點 那不像是藥 好可愛喔 我相信我跟 我的兔子是有緣的 他很乖 他超乖 他真的很乖 而且我很愛他 我希望他可以感覺到 我對他的愛 雖然我這樣說 可能 聽到的人會覺得 很怪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他可以感覺到 我對他的愛 對 我真的好愛他 我想 我不知道 我真的好愛星星 但是 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他 不喜歡被我抱 我抱他 是因為我愛他 Sophie 好可愛 謝謝奇奇洋的 小雞蹦蹦 應該感覺得到 嗯 寵物溝通 不好想過啊 可是我每次講 這個寵物溝通 都會被 很有效 因為 以前香港有做過一個 像那種寵物溝通的那種實驗 然後 就是 他們 主持人就找了 一個 玩具龜 玩具 是塑膠做的玩具 的龜 然後就打電話 給那個 寵物溝通師 或者是 拍一張照片 給他們看 就說 請問可以跟 我的龜 說一點什麼嗎 然後可以跟他溝通嗎 然後那邊的 寵物溝通師都說 我感覺到 他 他感覺 他說什麼什麼 但是 那明明這是一個 玩具啊 所以就覺得 這種東西 有真有假 所以要去挑選 也是蠻難的 所以我也 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去做 到挑選的這個 步 步驅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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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唸 那個字我一直不會唸 還有魔球 來東京三毛 魔球 走開 我去查一下那個字怎麼唸 我一直 都搞不清楚什麼 步驟 步驟 我還走音耶 步驟 是破音 步驟 驟 诶 诶 诶 哦 驟 步驟 天啊 這驟啊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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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步驟才對 天啊 是不是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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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是 溝通 跟我兔子溝通 但我一直有 這是我 我跟朋友講了就被笑 我自己早又覺得我找不到好的 所以 我也 有點不知道要怎麼辦 對啊 兔子長大不給抱是正常的 我很意外居然沒有人知道我是 不是 居然是有人會不知道我是喜歡小櫻花的 對 我很意外這種東西 我嚇到 我也一直覺得兔子一定感受得到 我對他的 感覺還有我對他的 愛還有我對他的喜歡 我一直覺得兔子是可以 感覺得到 但是有時候又很怕他們感覺不到 就是很怕他感覺不到 所以 所以我有點 有點 也是多少有點擔心 哈囉 他給我的反應是好啊 蠻好的 我是他的媽媽 我是星星的媽媽 以後要當星星兒子的奶奶 我愛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Sumsum 一直都會跟他說我愛他 每天都說 講十字以上 我跟大家 我跟我說什麼 我跟大家推薦這個 哎呦呦呦呦 這我快吃完了 它是一個 荊棘 然後是這樣的 甜甜的很甜喔它 軟軟的 超好吃的超級好吃我好愛 推薦給大家 對 反正就是很推 對 就是 就是很好吃 就是推 蜜劍 這叫蜜劍喔 這叫蜜劍喔 是吧 蜜劍 這個啊 在Seven有賣 但是價格比較貴 好像69塊 但是 它買兩包有打折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都買了兩包 但是另外一包是糖果 我要吃了 我要吃了 欸 嗯 嗯 一見 嗯 我一直以為那種 醃漬的梅子 才叫蜜劍 我一直以為梅子才是蜜劍 原來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叫蜜劍 OMG 噢 好可愛 我會一見 好可愛 很漂亮 通通叫蜜劍 我也是用 用糖去做,我也是蜜餞 蜜餞也是甜的,所以我也是蜜餞 迪蜜餞 迪奇蜜餞 显迪蜜餞 蜜餞显迪奇 這個反而沒有那麼甜 這個 水蜜桃 水蜜桃糖果 這沒有那麼甜 但是 就很吸引我去買 因為它是這種形狀的 掌飾糖果的形狀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嗯嗯嗯嗯 7-11 但是它我覺得 它沒什麼水蜜桃的味道 就是讓它有點扣分 但是我還是吃不停 是 你还抢得到什么 我要抢什么 我要抢什么 我要说我要抢东西了 我快拆啊 没有啊 但是没有啊 我都藏不到 算了我已经放弃了 我脸颊怎么了 实名字 要怎么查 好像生活白痴耶 上了我家还有 因为我之前买不到嘛 所以都有人江湖救急 之前认识的 就是工作上认识的人 对 怎么说 异响的 把那个快递给我了 所以我这 太感谢了 我这我现在还有几包 我舍不得用 它就像我这种 哪有时间可以排队啊 没办法 没办法 麻不得了 算了 哇 还好 而且前几天还有那种 吵架的 吵架的 吵架事情 咪甘 咪甘 沒有像亮的 不知道我聽到哪了 好 應該看不到 他把那個 天天那個 欸滴到桌上了 完蛋 下面是我的電腦 那個死定 叫星星鐵琴 笑死 星星是奇異國 我剛剛插完了 算了 插了 對 我真的一直很想做那種 就是 穿睡衣的直播感覺很好玩 但是我記得 就是 不能 所以我這一直沒有這樣子播 我想 想要穿那種 很可愛的睡衣 是真的看起來很睡衣的那種 戴那種 夢遊先生的那種 睡 睡覺的那種睡帽 對 然後大家會來到睡播之類的 很想跟大家玩 可是 可是不能這樣子播欸 我記得之前 我們有那種範例 直播範例不能這樣子播欸 所以我最近 想到一個 這樣子的東西 感覺還蠻好玩 但是可惜不能做 可惡 超想超想這樣子 感覺很好玩 而且很可愛喔 還可以帶那個蝴蝶結什麼的 感覺很好 但是 不行 對啊 我之前 我們有那個直播範例 有寫過說 不能穿睡衣直播 但是 又不行 對阿 夢遊先生 你知道夢遊先生 先生嗎 真的喔 有人這樣播過了 我不知道欸 有說過不能穿睡衣啊 雖然我一直都不敢 但是 像這種衣服 這個T恤我會穿來睡覺 所以 這個也算是我的睡衣 但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睡衣 所以我也 真的 真的 我還是不知道 是喔 我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不行欸 直播規範 天啊 原來是可以的喔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我這裡還有寫過這個欸 他有寫 他有寫 他有寫那個 我看一下喔 他有寫 不能素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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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子 什麼什麼 我看一下喔 請不要在鏡頭前發呆 請不要在鏡頭前發呆 或者是邊滑手機 邊聊天 但我們是 很常 這樣子嗎 我們是一直 啊 我記得了 什麼的 我死定了 可是這很久了欸 這 按你九年 按你九年 滿久的 我記得有說過 不能穿睡衣直播 但是 還是 為什麼 那我也要穿 我也要穿 可惡 我還一直 啊 原來大家都已經做過了 救命了 我這是那個讓的規範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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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沒有在鏡頭前發呆過 我覺得大家也有在鏡頭前發呆過 我覺得大家都有在鏡頭前發呆過 有放寬 我覺得 時隔 時隔 三年 多少有點放寬了吧 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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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換睡衣 這是我的 個人領域 呵呵呵 可是我還是 算了 我是 遵守規範好了 有啊有啊 去看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喔 等一下 天哪 如果要在直播上面飲食 不要露出品牌名稱 剛剛已經推薦給大家吃那個零食了 好笑喔 好笑喔 唉 唉 每次都一堆食物 對啊 我再看一下喔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不能在 直播中 表演有配樂的 請等一下 在直播中表演 在直播中表演 請勿善自在直播中表演 請勿善自在直播中表演 有配樂的樂器 或者是舞蹈等 才藝表演 把他都死定了 好笑喔 請勿在直播中素顏 我從來沒有素顏過 我從來沒有素顏過 看一下喔 不要在鏡頭前面發呆 這我又真的是快笑死 瘋掉 算了算了算了 沒事沒事 算了算了算了 唉算了 我死了我死了 我死了我死了 啊 這邊 我欣賞 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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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